天仙男爱笑你 除非你是个mystery 每个星座都有自己的声音嘛 母娘做这件事 嗨 今天天气很清朗 你要不要跟我交往 YouTube上的主题包容万象 YouTuber的风格也各不相同 但只要谈论到星座 即便不是像唐老师一样的专家 也会引起网友的好奇心 今天我们一样透过 KEEPO大树去关键引擎 一起来看网友热议的 星座系YouTuber有哪些人吧 一起看 大家好我是见喜王美小吴 又到了我们的 星座时间 没错 没错 见喜王美小吴 AKA星店唐启阳 这个标签在我上次 撕太掉你知道吗 很爱好吧 真的 小吴总是以幽默趣味的方式 用短短五六分钟 让大家快速了解 不同星座的个性 而星座系列影片 不仅引起许多网友们的回想 同时也为小吴带来一波人气 影片中的call out时间 更是让镜头内外都笑成一片 分手不说 他不想当坏 而且他爱消失出来的时候就装美 不负责任的时候 你只好直男而退 因为他不想三分手 我是大同俊游戏 你就是你本人 二零一年曾推出素配星座影片 再次引起广大回应 网友们也纷纷敲碗 希望自称心店唐启阳的小吾 能够重出江湖 OK 九五六集两人 第二集中的就本来的 鞋店 开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先跟你們說 我可是 網友稱 南港蕭綺羊 性格直爽的王思佳 AKA南港蕭綺羊 以嗆話發言 甚至人心 曾在綜藝節目中 以自身觀察 分享自己 對於不同星座的見解 所有人都好瘋狂 金牛比較果斷 比較急 所以我有一次 就是跟他出去的時候 然後就遇到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只是 隨口跟他講說 我說那個人 你要離他遠近 他超愛講別人壞話的 這樣那個雷達 一個晚上就是 看那個女人都沒有聽過 對 然後看到最後 然後他就受不了 他就說 欸 你是不是很愛講別人壞話了 哈哈哈哈 一口飲料 差點沒有吐出來 在四季的網美頻道 推出仙姑解惑單元後 更是吸引不少粉絲 向姊姊提問 關於星座的問題 首先我先來看一下 太陽星座 屁股耶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大家現在在講這個星座的時候 真的要綜合考量 我們的上神星座 還有月亮星座 如何讓天蠍男愛上自己 天蠍男愛上你 除非你是個Mystery 看不透 猜不透 天蠍想找你的時候找不到 天蠍想知道你的時候 你欲倦還欲 天蠍就會問你 魂牽夢 除了星座之外 演藝圈月人無數的思佳姐 以犀利言辭 及筋癖分析 網友們的提問 敢怒敢言的性格 也讓思佳姐 受遍一堆忠實粉絲 但是我真的奉勸 不要讓我在任何的精品店裡面 看到那種 我女友但男友去買包包的 是我女人 一巴掌塞我 真的嗎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我是 我是 一支阿源 臣赴韓國留學 初期以分享韓國的生活日常為主 而在製作星座 那一安內單元時 邀請當即談論到的星座來賓到現場 為自己的星座現身說法 引起不少網友們的共鳴 剛才說 真的韓國人不太相信星座 對 所以我來台灣大學之後 就是讀大學的時候 才知道我星座是 金牛座 日前與小午參加 七七老大的瞎鬧參作單元 三人尺度報表的大良星座 讓吃瓜的網友們 瘋狂敲碗下集 我覺得我很M耶 就我喜歡被 我喜歡M 那這樣我可以嗎 我跟你講 你知道那時候我看那個 AV帝王的時候 他不是第一集 他不是有這樣子背 你就很高興 我就覺得好夯啊 從來不然這樣 XXX 你怎麼可以 我快一點 啊 本週呢 從週一到週五 水水公司 說到YouTuber始祖 蔡阿嘎 怎麼可能沒拍過星座單元呢 蔡阿嘎曾搞笑化身 唐其養 模仿國師 抱星座運勢 讓網友笑到瘋 到了晚上 千萬不要手指 拒止月亮喔 不然會有被割耳朵的風險喔 接下來我們看看 特別的星象 又有什麼影響呢 其中2021年 最強運的星座血星 不僅擁有26萬的觀看次數 四大開運方法 也讓觀眾點頭共鳴 我的方式是把保險套 放在皮包裡 包金啊 包金啊 你這會被稱包金男啊 沒錯 完全包在裡面 包起來 出不去 這運勢好得不得了啊 走啊 流氓是YouTuber中 有了高言之 卻有自帶搞笑性格的存在 他的影片 時常分享許多秘密 新作的話題 甚至結合自身專業 分享十二星座美妝穿搭 而在影片中 流氓幽默的口吻 搭配誇張的肢體動作 揭開十二星座神秘面紗 讓床友盲內們看了欲罢不能 好看 如果是姐妹的話 超醜 我喜歡的 我不懂耶 那一件更好看 對 那一件更好看 這件我的話 我建議你的話 嗯 燒掉 流氓對於星座上 精疲的分析 也讓盲內們 直呼實在太準啦 第一名的寶座 果然實至名歸 不愧是我們的 其實星座小天女 猜 今天介紹的 這些星座系Youtubers 以親身經驗來分析不同星座 是不是也引起你們的共鳴呢 完整星座系Youtuber榜單 請上網路溫布記網站查詢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